好为了感谢过去一年来耕耘奉献不为辛劳的农民 9月11号的上午 酌西湘公所举办了 酌西湘基优农民表扬大会 即农特产品的促销活动 今年呢总共有41位的农民 以及基优产销班来接受表扬 活动邀请了知名歌手邱军 以及酌西在地歌手舞者表演出 特别感谢所有的农民的坚持以及辛劳 歌手舞台上热舞歌唱台下民众开心跟着摇摆 这里是酌西湘公所办理的 酌西湘基优农民表扬大会 即农特产品促销活动 为了感谢辛苦的农民 邀请多组的歌手轮番上阵表演 希望农友们在这一天放松心情 一山村的文旦今年销售非常好 其中文旦农表示 今年文旦大卖做农再辛苦都值得 这一次能够荣获基优农民的江金梅表示 非常的开心 这一次尤其今年真的是大丰收 虽然是产量不多 就是气候的问题 但是我们每一个产销班的班 也全部瘦光光 是收的时候是苦 但是卖出去钱有好高兴喔 田桂花说近年来有青农返乡投入农业 一起来提升酌西湘的农产品质 让酌西湘农业充满新的企迹 那产出今年的41位非常优秀的农民 也给予我们酌西湘很多青农的学习的典范 桂花也鼓励 趁这个机会也呼吁我们很多的青农 有机会可以回乡 把自己的土地能够富裕 今年总共有41位农民以及基优产销班接受表扬 公所表示持续辅导产销班 建立品牌以及辅导取得产销履历 农业的资财以及农机具的补助 减少农民生产成本以及增加农民的收益 因应农业未来趋势及农民需求 让酌西的农产经济持续成长 记者高松双张明佩 酌西湘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